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以及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報和三台西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講講中美的事情 其實最近西媒有一個定論 就是中美關係當中之前有一個叫做經濟決定論 是不是? 但是經濟決定論 西方世界很多媒體已經說 已經這個理論過時不合時宜可以退休了 那經濟決定論 他們覺得已經失去了對中美關係的解釋力了 政治邏輯正在壓倒經濟邏輯 但是為了防止衝突、惡化和失控 兩個國家必須盡力把矛盾 控制在經貿層面之上 其實也是,現在好像政治壓倒了很多東西 對於中美關係 很多人士流行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種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會招致美國的全面打壓 美國千方百計不想令中國人過上好日子 要剝奪14億中國人的發展權 第二種說法就是 我全部引述而已 就是認為 經貿合作是中美關係的壓倉石 兩個國家的關係可以防止 根本惡化的 雖然這兩種看法 大家應該這樣說是否南緣不切呢? 不可以 但是呢 都屬於叫做經濟決定論 都是講經濟的方面多些 但是 前一種看法呢 我們先講一講事實 前一種看法呢 就是 大家知道中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40年間 迅速發展的 正正是美國和中國 一起叫做聯手合作的結果來的 所以其實第一種 經濟的看法呢 西方覺得是站著腳的 其實尼克遜的訪華 是開啟了中美關係的緩和 後來也換離了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所以 第一種看法其實有點極端的 就是西方覺得 第二種看法就是 沒有辦法解釋到當前中美博弈 從經貿領域向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 以及這個軍事安全領域的擴散 並且這種擴散呢 是逐漸升級的現實 是解釋不到的 第二種看法 事實上新冷戰的說法 現在西方看來是日益成為國際關係主導的一種想法 中美雙方對貿易合作 未能實現各自的戰略目標 都是有強烈的感覺 在經貿方面 地緣政治 意識形態三個因素當中 如果只是經濟實力 中國超趕美國的話 西方就覺得不會引起 根本性的戰略衝突 因為經貿 一向雙方都是雙贏的 這個是經貿的特徵 相反 如果在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上 對美國構成雙重挑戰的話 即使經濟實力不足 也會遭到全面的打壓 因為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 對抗本質上是零和博弈 所以兩個大國之間最根本的矛盾 現在西方媒體就覺得 是經濟實力的地緣政治 和軍事安全還有意識形態的競爭 而並非經濟貿易本身 如果沒有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 這兩個因素的激烈博弈 中美其實是可以實現雙贏的 一個繁榮的中國 亦並非美國完全不能接受的選項 西媒又說一說 其實日本在1980年代 與美國有經濟摩擦 今日同樣是有的 但是日本和美國是分享著共同的價值 在安全上 日本當然是完全依靠美國的保護 因為這些摩擦是屬於正常的經濟競爭 不會升級到全面的戰略衝突 但是你都搞得日本很慘 真心地說 是吧 失落了幾十年 是 因為日本挑戰了它 你想用錢買起我 我就搞低了 沒錯 我的看法是 美國如果不是做第一的話 對它是危險的 他們會想一些假想敵出來 如果他們覺得有危險 是的 做第一可能是錯的 但是不做第一是危險的 他們是這樣想的 沒錯 說回來 很多人說廣場協議 包括花膠台 什麼B那些人 每天都說廣場協議 其實西媒覺得 很多人是有意無意地誤讀和誇大廣場協議 其實廣場協議只是他們覺得 我引述的 只是日本和美英得法這幾個大國之間的經濟協議 日本當時自己也有自己的經濟政策 日本當時也會令到日元升值 也有這個動機 這個好像說得太臨線了 廣場協議 其實我覺得令到日本一副也是搞到今時今日 他又說回歐盟 歐盟作為一個超級國家聯合體 有統一的貨幣和部分共同的經濟政策 所以他是一個經濟強權 雖然歐盟和美國有經濟摩擦 但是同樣屬於正常的經濟競爭 因為歐盟和美國有著共同的價值 歐盟無意也無力挑戰美國的地緣和政治霸權 所謂只有經濟實力達到美國的70% 美國一定會全面打壓 其實這個有些陰謀論 而且是有人特地散佈的 究竟是否陰謀論呢? 我覺得也有個宗道理 因為美國剛才佳盛說 他事實上是希望自己有世界第一的地位 是的 當然了 在全世界的社交媒體也都覺得 美國會做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達到它經濟的70%就會受到打壓 但是西媒就說 這種論調將正常的經濟競爭等於根本的戰略衝突 是經不起嚴謹的論證 他們說的 他們又說廣場協議過去36年 但是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其實沒有記錯的話好像做過第二 但是日本如果沒有這個廣場協議 是否可能有機會超過你呢? 當然歷史沒有遇過 但是它的勢頭真的很厲害 當時日本 歐盟的GDP總額 已經到了美國的70% 很多成員國的福利水平也超過美國 但是美國依然視日本和歐盟為堅定的盟友 但是歐盟有件事 你不要忘記它是一個聯盟 但是它都是國家 很多國家組成的 其實他們是一個鬆散的聯盟 你不可以當它是一個國家 因為他們這些國家內部之間 都有很多矛盾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西媒說的又不是很對 他們要做一個決定 要經過很多重的關卡關係去做 沒錯 單單講一下中歐投資協定這麼好的東西 到最後都是要被人棄底的 又這樣又這樣棄底 你已經可以知道很麻煩 嗯 嗯 沒錯 另外一個例子很簡單 一個被譽為君主專制國家 沙地阿拉伯 你都是美國的建設盟友 等於可以打破了你說的這個例子 只要價值一樣就可以做到盟友 但是沙地就不一樣的價值 沙地很多的事情大家知道是嚴嚴盡法來的 是啊 對呀 動作一點就搞你上吊 什麼東西都做 搞你立鴨 是啊 但是這篇文章他又說了一件事 就是跟日本、歐盟、這些不同的是 蘇聯、朝鮮、古巴、伊朗 以及1949年至1972年間的中國 以及普京治下的俄羅斯 雖然經濟實力不足 你記住是1949年至1972年的中國 我們不是說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 那當時這些地方都是經濟實力不足 但是都對美國構成了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雙重挑戰 所以引發起嚴重的戰略衝突 但是這麼說 你是制裁古巴 古巴當然一副都是 也都制裁伊朗 但是你說的 普京治理之下的俄羅斯 你都沒有什麼挑戰他 真心地說 沒有以前蘇聯制裁得那麼厲害 所以這篇文章不夠嚴謹 說真的 那他首先舉例就是 蘇聯經濟的總量 在顛峰時刻不到美國的50% 而且他的經濟體 和西方相對隔絕 不會靠成直接競爭 但是 我引述列根 列根就是這個邪惡帝國 在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和軍方方面 和美國分庭抗矮 所以美蘇之間 就持續了半個世紀的冷戰 同樣美國的精英階層看來 在經歷了40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之後 今天的中國已經放棄了 鄧小平先生說的100年不動搖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 轉而在外交上發奮有為 一帶一路 其實是嚴重挑戰了美國 在亞洲和世界的霸權地位 和地緣政治都造成了挑戰 但是有件事 現在中國不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嗎? 只不過他在這個框架上面 加了一些東西下去 一帶一路其實都是共同發展經濟 為什麼你會解讀到地緣政治有關呢? 這個就是我覺得西方有時候是互讀了 當時一帶一路其實好像是你喜歡參加都可以的 意大利都參加到 意識形態都是跟中國不同的 是嗎? 中國不會理你這麼多事情 就是做好自己的 不過你當然是要 有些事情就是扣勾武指 另外這篇文就說 新冠疫情過後 中國大力宣傳 他的經濟有成就 其實他真的新冠之後做得好 對拜登政府來說 都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挑戰 所以拜登對世界就說 現在是民主和專制的抉擇 這樣說 民主和專制的抉擇 其實如果這樣套回沙特 那你需要跟他絕交嗎? 你說不通的有些事情 其實是雙標嘛 其實是跟民主是沒有關係 是跟利益有關係 沒有錯了 沒有錯了 所以我覺得這篇文章 他講說 經濟定論 是不是過時 其實我覺得 深刻來說是過時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 就要高舉政治的旗次 是吧? 但是 但是我覺得一件事 最後來你玩政治玩得多的時候 搞到你經濟民生差的時候 人就會思考 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這樣繼續下去 玩政治呢? 而放棄經濟的考量呢? 是吧? 我覺得如果好像這篇文章說 他講的整個題目 經濟決定論 不合時 我覺得是暫時的 因為你們 有些人要玩政治 有些政客 高舉政治旗次去搞 是吧? 其實最明顯就有一個人 就是莫迪 你們美國的好朋友 好兄弟 萬夫莫迪 但是不會長久的 不會長久的 不會長久的 就是永遠打貿易戰是不會長久的 因為是雙方都頂住了 到最後你 講壞些 你做一些非法的行為都好 你都會做貿易的 是的 很多人有個迷思 是認為我可以用政治來影響經濟 但是 當你做的事情 是符合市場經濟定論 到最後經濟都會贏 除非你是用了一種鐵碗手段 打獲金的 是的 所以其實他這篇文章 他說 中美關係中經濟決定 可以休息 可以退休了 其實還未到退休 只不過現在現世 這一批政客 他們敢玩 但是你做得多的時候 始終人是會靜下來的時候 思考一下 這樣來說 是不是我們內好得太厲害 還有你記住一件事 你說 剛才我列舉那批國家 或者蘇聯最強大 是吧 但是你都會說 你跟蘇聯是相對隔絕的 你跟中國怎樣隔絕呢 而且蘇聯那時候 它用的全部都是重工業等等 是一個比較沒有那麼靈活的經濟系統 不是市場經濟 是很僵化 而從中國那種 蘇聯是全世界 它是產業最全的一個國家 所以你打不到它 它什麼都會有 產業是最豐富的 蘇聯 我最記得有一幅密碼 蘇聯 不是有兩條腿 一條腿不是很尷尬的 好像一些青尷尬 好像 另外一條腿就是很粗的 就是創工業和軍事工業 但是中國不是的 兩條腿都很強力 所以其實這篇文是不對的 它說不合時 我覺得 當人回歸到理性的時候 大家知道 我們做什麼 找成 其實你是會退潮 我覺得 沒錯 這個世界我們看長一點歷史 總是有政治狂熱的日子 但是 你拉長來看 是很短的 這些日子 是 舉個例 強到像拿破崙 強到好像這樣 我們以前說過一節 大陸封鎖不讓英國貨進來 用盡方法不讓英國貨進去 玩到這麼絕 英國貨都仍然有辦法進去 因為英國的生產力 是高過你法國 在當年 你希特拉 用盡辦法 想搞壞英國的貿易 二次大戰 都是搞不到 沒錯 其實最後是取決於你的生產力 和你的貨物 這一次中國和美國的對比 其實很多人都明白 美國是改變不了中國 中國也都改變不了美國 而唯一能夠做的就是 證明自己活得比你好 是的 總之那句 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來的 是的 這個很簡單的 所以習主席是說得對的 這個世界 就是說 有沒有那些 叫做 與世隔絕 可能有 但是呢 都是一會兒的 是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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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